好 剛剛跟你講了 我們人家畫一張圖 寫一段話 問你吹什麼風 你要被判斷 那我們就來跟各位實力的做一下練習 說說看 來 第一個 這邊畫一個等壓線圖 這我們教過有沒有 這我們教過 這個叫1014 這叫做1010 這叫做1006百帕 請問你 這裡 這裡垂什麼風 這10 來 應該要垂直 北半球像 右邊邊 30 大概這個風 大概這個風 OK 像北風吧 好 我們去北風 可以嗎 好 第二個 講一段話 講一段話 我在這裡 有個颱風 颱風是個低吸壓 從我的東邊往西邊跑 請問你 我的風向怎麼改變 颱風是個低吸壓 現在 颱風在這裡 連過來 畫個圓 做切線 第7R要什麼線 第7R要什麼時鐘 逆時鐘 切線 什麼風 西北風 颱風在我的北邊 連過來 畫個圓 做切線 什麼風 西風 然後馬上到我的西邊這邊來 遠過來 畫個圓 做切線 什麼風 西南風 所以 有一個颱風 在我的北方 由東往西跑 我的風向如何轉變 西北風 轉西風轉西南風 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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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一次 以後 人家考試 畫一張圖 寫一段畫 問你 這裡吹什麼風 我怎麼解決 老師說 有等壓線 看等壓線 沒等壓線 畫圓圈圈 然後做切線 做切線 你懂嗎 就是我們考試問我 這裡吹什麼風 我們的解決方法 OK嗎 OK 很好